中共在海外展开猎狐行动 企图强行遣返人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 美国纽约陪审团20号裁决 前美国纽约市警官麦克马虹 和两名持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跟踪罪名成立 但外国代理人罪名没有成立 麦克马虹将面临最高20年刑期 另外还有8人也因为此案被起诉 其中3人已经认罪 另外5人巨性仍在中国 直网是中国最大具有垄断地位的全文学术信息网站 近日陷入匠心裁员风波 近年来中共以安全或反垄断为由 对互联网企业进行约谈调查 并施以巨额罚款 导致从去年开始互联网企业出现大规模裁员潮 内蒙古新井煤业公司的露天煤矿 在今年2月22号发生大面积坍塌 导致53名工人失联或死亡 此后官方一直没有公布消息 直到6月20号发布今年安全生产形势总体情况时 内容才提到失联的53名工人全数遇难 前中共国家粮食局副局长 被视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大管家的徐明 任官26年来受贿超过人民币5120万元 折合新台币约2.2亿元 20号被厦门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即罚金410万元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约1764万元 新唐人亚乐电视真理报导